昨天晚上 我明明只有约你来我房间 为什么你要在天津 抱传打有误会 总经理也在不叫 你是故意的吧 有什么好故意的 我是公事公办 还是你害怕跟我赌处 为什么要害怕 既然你不害怕的话 为什么要一直往后退 你 你已经造成我的困扰了 你在做什么啊 我要你生生生生的活在愧疚里 永远感觉不到开心 感觉不到快乐 方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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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吧 没关系 我刚吓到你了吧 抱歉 是我太突然了 你以后不要再做这种事 以后的事情 以后再说吧 不过 你刚刚马上就来扶我 代表我还是有机会吧 没有以后 抱歉 有些事情不能勉强的 有些事情不能勉强 但是有些是可以 有些事不能勉强 但是有些是可以 所以 我知道如果我不主动争取我喜欢的东西 他永远都不会是我的 包括我喜欢的人 你放心 今天的事情 只我们两个知道 我也不会告诉天津的 我从小到大都会一直做噩梦 梦里面有一个男生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会在我身边保护我照顾我 那个男生跟你很像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 我以为你是我的真命天子 但我万万没想到 你居然是天上的神 我觉得老天爷真的对我很好 让一个神下来保护我 就算我知道 有一天你会离开 那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可以认识你 看你经历很多事情 那已经够幸运了 其实真正幸运的是我 你乐观又善良 即使一直被欺负 但始终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善意 认识你 是我在凡间遇过最美好的事 听你这样说 我就可以更放心 讲接下来的事情 我知道你一直叫我 不要信任学长 你说的话我都有放在心上 但我真的觉得 学长他蛮可怜的 我知道你接下来要说什么 无所谓 反正只要我在你身边的一天 我就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 可以让我沾一点你的仙气吗 你应该没有那么小气吧 你第一次从我的衣橱里面 跑出来 我看到一道光 那道光好像有一个通道 那通道走过去是不是天庭 天庭 应该是 可是为什么那个通道后来就不见了 也没有再打开过 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第一次从这么奇怪的地方进出人间 什么意思啊 我是因为被贬下凡 不然以往我们都是走南天门的 你为什么会被贬下凡 天庭的事情烦人不须多问 问多了对你不好 不是啊 因为我是怕哪一天我衣橱里面又跑出一个犯错的神明 这样我会吓到 所以我要不要换一个衣橱里面 我需要 可不可以再让我多问几个天庭的问题 好想问就问 好那我问了 我问你 天庭是在哪里 是在云的上面吗 还是宇宙 还有天庭上面是有很多很多的神仙吗 大概有几个 你的问题还真不少 那我就很好奇啊 要说的说不清楚 不如我直接带你上去看看吧